帶大家來關注的就是颱風的動態 那麼現在要提供大家最新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凱米颱風現在已經增強為強台了 就在稍早的11點半氣象 已經正式將它給升級到強台 那麼對台灣的影響自然會格外的劇烈 很多人就好奇 怎麼好像今天打開窗戶一看這外頭 好像風雨沒有很強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了 其實好戲還在後頭 今天它的風雨最強的時間點 或是從下半天逐漸展開 首先我們帶你來看的就是 它目前對台灣所帶來的威力影響 我們從雷達回播圖上就可以發現 可以看到它的颱風也現在是清晰可見 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好像今天上午的時候 覺得這個颱風也好像有一點點小 而且怎麼有點糊糊的 其實今天早上5點的時候 它正式開眼了 但是因為當時它還在持續的整合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小一點 不過可以發現現在最新的雲圖 它現在已經是清晰可見這個結構 非常的扎實 就如同我稍早所說的 它現在是已經增強為強台了 如果是以它現在對台灣 所帶來的風雨威力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講 首先來降到就是在降雨的部分 其實今天一早的時候 這雨是最明顯的地方是哪裡呢 答案就是在宜蘭 因為可以看到它其實 暴風圈最早觸到的地方 就是在東半部一帶 但是現在隨著它颱風 逐漸的靠近我們台灣 可以看到包含了這個 丸流逐漸影響到哪些地方呢 已經來到了中南部一帶了 因此如果是以最新的 時雨量來看的話 現在威力最猛的地方 反而是在屏東 包含了像是春日 包含了竹田 還有新皮這幾個地方 時雨量是已經超過了50毫米了 當然如果是以整天的降雨來看的話 目前這個降雨量最多的地方 依舊是在宜蘭是接近了有300毫米 這是在降雨的部分 至於在風力的部分 那麼目前觀測到的狀況呢 包含了像是在彭家雨啦 還有蘭雨一帶 現在都已經觀測到了有11級的 瞬間強陣風了 而其他像是在基隆 也出現了有9級 另外像新北也出現了有8級 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風雨是逐漸越來越強了 如果你上半天的時候 還跑出去包含了像是你去唱KTV啦 或者是去看電影的話 要提醒你可能你看完歌 看完電影一出來 風雲變色了 就是在降雨 還有在風力的部分 至於在長浪的話 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可能會一早 持續到海邊來觀浪 但是包含了像是在宜蘭 花蓮還有台東 以及像是在蘭雨的外海 都已經觀測到了這個長浪 來到了3.5米到4.5米的浪高 所以提醒您千萬不要 再到海邊來遊玩了 那麼接下來就提供您 颱風最新的動態 從這個警報單可以發現 其實颱風已經暴風圈 已經籠罩了我們整個東半部 還有中部一帶了 目前它的中心位置 是在宜蘭的東南方 160公里的海面上 那麼以每小時18轉13公里的速度 持續朝著西北溪的方向來移動 那麼近中心最大風速要看仔細了 現在是已經來到了 每秒鐘51公尺 那麼這個數字有什麼關鍵呢 就是在於它已經來到了51公尺 達到了強臺的標準 那麼關鍵點就是這個近中心的最大風速 而它的暴風外景也是持續的擴大 目前可以看到它的暴風圈 是已經來到了250公里 其實它是跳擊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昨天還只有180公里 但是後來是來到了200公里 而今天是已經來到了250公里 也就是說它強度還在持續的增強 尤其可以發現它距離台灣還有160公里 也就是說距離台灣還有一段距離 它還有空間持續的長胖 持續的增強 提醒大家到了下半天 風雨就會開始逐漸的增強了 而接下來我們為您統整了幾個關鍵的時間點 包含了哪些呢 包含它出路的時間點就在今天的凌晨 大概是2點左右 那麼中心登陸時間點會是在什麼時候呢 現在看來會是落在今天的晚間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都非常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從宜蘭 還有北花蓮一帶來登陸 至於中心出海又會是什麼時候呢 將會是從禮拜四的清晨 一直到上午的這段時間 至於暴風圈脫離 就是要到禮拜五的清晨了解除路徑 也是要到禮拜五的清晨 幾個關鍵的時間點提供給大家 那麼很多人今天都在放颱風假 因此很多人也在問明天 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 我們先為大家來溫習一下 要放颱風假這個標準為何 如果是以降雨來看的話 個線是不太一樣 大概是總雨量落在200到350毫米之間 那麼如果是風力來講的話 平均風速要來到8級 至於瞬間最大風力要來到10級 那麼先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以這樣子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帶來看 未來的降雨趨勢 可以發現今天是7月24號 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其實可以發現整個台灣都呈現了紫色 一直到紅色這樣的區塊 代表會出現大豪雨 甚至是超大豪雨的雨勢 那麼關鍵的就是明天 會不會這個降雨達到放假的標準呢 明天可以看到整個颱風是位在海峽 而可以看清楚了 整個中南部地區都呈現了 紅色紫色這樣子的區塊 代表的就是它的降雨量會來到多少呢 來到300毫米 如果你還記得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數字的話 就會發現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已經達到了這樣子的標準 那但是北台灣跟東半部地區又是如何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幾個色塊上的差異 如果是以北台灣跟東半部的話 大概是落在黃色紅色 甚至是綠色這樣子的色塊 其實氣象局特別提到了 應該說是氣象鼠他們特別提到了 這個風雨最強的民間的時間點 就會是落在今天的晚間 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聽清楚了上半天 所以其實在北台灣還有東半部來講 明天的上半天其實水氣也是非常的充沛的 但是到了下半天降雨就會逐漸的趨緩下來 所以在北部跟東半部來講的話 基本上上下半天這個狀況是有點差異的 因此要考驗的是政府單位他們的智慧了 至於在風力的預測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接下來很多地方包含了像是在北部 中部或是南台灣東半部地區 其實都已經達標了 因此在風力的部分也是一樣都達標 但關鍵的就是這個降雨的部分 到底會不會放假是影響的重點